刘佩月初期美容活动教大家化妆技巧 她谦虚说不是高手 但经常有粉丝在她的网上频道留言 希望她分享美容心得 更说无论单身还是恋爱都要保持美丽 也要啊 因为单身的时候你就要跟自己说 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 我的那个状态也要去keep的很好 那个有情人在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在身边更加要 因为那个爱情是需要保温的 对 每一次你都要令对方的是从头爱向你自己 那那个爱情才可以长久 台庆颁奖立将之 刘佩月也说选好战役了 那个战役是跟以往的就是很不同的 就跟我的现在那个发型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连结 希望就是那个新的形象可以给大家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 是不是需要也需要勇气才能穿上 呃 我我我只能说的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张一当然要认真选 因为佩月入围了最佳女配角 其实我觉得伯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很成功的一个角色 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多很多小朋友啊 出门的时候很多很友善的那个面孔都跟我说 就是朋友们都跟我说 哎 你是伯伯哦这样子 那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很开心的 那所以得掌与否对我来自己来说都不是最重要 刘佩月在最近播出的剧集 其中一幕扮演神奇女侠还要在街头拍摄 他说下车一刻需要很大用气 那个服装其实是很 首先就是很贴身 然后是有一点点性感 虽然那个看到那个肉肉的地方不是太多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 就是那个很贴 然后是一个cosplay 然后你要带那个 你要扮得很像那个神奇女侠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Gal Gato 那个太完美了 刘佩月笑说 下车前不停问拍档张震朗 自己美不美 增强自信 香港报道